海贼王,福兹福要被CP0按一步刀,红发手上还有特殊的筹码。 海贼王1018话中,北田其实暗示了海贼世界的战力分布,我们都高估了福兹福的实力了,其实六子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不是很大,所谓挑战三灾也是个玩笑。 但我们低估了圣平的实力,离开了海上的圣平,也同样是陆地的王者,之前圣平的种种战绩确实够硬。 此战说明,七五海还是很给力的,六子确实不是跟七五海一个档次。 所以之前的战力档次依旧没有错,但现在的问题来了,福兹福他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?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福兹福要被CP0按一步刀。 如果这场战斗福兹福就这么倒下了,只有两种情况可以解释,一是北田加快乐干部之间的打斗,在节奏上让草帽团顺带干掉其他六子。 二就是福兹福弄虚作假,什么比肩露气的人物,都是伟田在吹,实际上福兹福连六子的水平都没有,或者说福兹福还停留在两年前的战力,而圣平经历过太多事,直接教福兹福做人。 福兹福虽然是躺下了,但是圣平不会轻易去继续补刀了,因为圣平也是一位很善良的人,福兹福虽然是凯多的人,但圣平确实没有必要处人于死地,所以福兹福倒下后,圣平会离开。 但CP0的人不会放过福兹福,因为福兹福曾经就是CP9的人,他知道世界政府的一些秘密基要,虽说是过期了的,但预防万一,福兹福必须要死,否则CP09失职了,CP0暗地补刀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。 零二红发手上还有特殊的筹码,而福兹福说过,橡胶果实害了他的人生,陆飞又是橡胶果实能力者,所以他把矛头对准了陆飞。 这里不是偶然关系,是存有一定的因果关系,或许会有很多人开始讨论红发的定位了。 其实当时陆飞吃下橡胶果实的时候,红发也是惊讶的,因为那时候的红发还没想好,橡胶果实给谁吃? CP9组织是天荣人的直属队伍,说白了,他们只听从伊姆和吴老兴的指示,甚至不受制于海军。 所以问题来了,吴老兴其实也不傻,橡胶果实的你以及重要性他们也想知道。 于是就有了红发跟吴老兴面谈的事宜,我怀疑红发本身就想要把橡胶果实献给吴老兴的,可如今被陆飞误吃,红发也没办法了。 吴老兴虽然没有得到橡胶果实,但是他们从红发身上却得到了另外的筹码,这也是红发手中的特殊筹码,就是罗杰船上的那颗巨蛋。 在生命卡的情报中,巨大的档在罗杰离开船时都未能孵化,红发应该是告知了吴老兴这颗巨蛋的由来以及历史的意义,用这一份筹码跟吴老兴做交易,也算是互补了吧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